香港支联会日前举行反贪腐真人权座谈会 与会人士指出中共政权极其脆弱 内部已经腐朽不堪 一旦真正要反贪腐就会亡党 另外对中共官员近期对港人提倡的爱国论 他们也反驳认为不应该把爱国与爱党混回一谈 立法会议员中国维权律师关注主主席何俊仁指出 中共事实上没有经济实力 公布的所有数字水分太多 他形容整个中共政权长期处于恐惧之中非常脆弱 他笑言大家常说中共如果不再制止贪污就亡党亡国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多位讲这并反驳禁止中共官员的爱国论 将爱国与爱党混为一谈 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云硕呼吁市民参加六四晚会及七一游行 以显示何谓真正的爱国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